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宁静 很高兴今天通过这种方式来为大家主持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历来被称作是神传文化 历朝历代也都出现一些奇人奇事 无论是正史还是传说 通过各种形式流传下来 这些奇人当中就包括一些能够预知未来的高人 正史中记载的历史上比较著名的预言家有 周文王姬昌、江子雅、诸葛亮、李存风、袁天刚、邵雍、刘伯温等等 历史上的预言家一般首先是会算卦 比如说袁天刚及其书父袁守成 还有呢李存风等等 历史上袁天刚的书父袁守成 为龙王算卦的实际在西游记当中是有所记载的 诸葛亮借东风 一说为借 二说为算 是算准的东风会来 邵雍更是一位算卦的高手 通常能推算小的事情 个人的事情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算卦 而对于这个朝代的更迭 偏提的变化 我们则往往称之为预言 历代呢都有许多这个预言流传下来 最著名的就属这个李存风袁天刚所作的推背图 和邵雍的梅花诗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预言家李存风的一些神迹 擅长天文占星其准 唐朝的李存风 以兴补名文当时 生于公元602年 足于670年 他擅长天文 地理占星 也是一位精于数数的修炼者 说他是修炼者呢 也是因为他是有传承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父亲 李存风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鼎盛的前妻 李存风的父亲李波 曾经坐过隋朝的高堂位 精于天文数数 曾撰有天文大相父留于世间 因遇见隋朝即将拜往 便器官必入华山为道士 也是一个修炼之人 那么李存风在父亲的教诲和影响下 自幼爽秀 这可能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骨骼青旗吧 通群书名不天立算 年纪很轻时便得到唐太宗的赏识 千冠太史诚 622年李存风担任秘阁郎中 奏请编心力 公元644年编成甲子原力 对后世的天文 立法和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 李存风还著有法相志 共期卷 论前代混天仪得失之差 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641年他负担编写了梁书 陈书 北齐书 周书 随书的总指导责任 李存风还为随书 晋书亲自撰写了天文制 律例制 五行制 保存了古代天象变化 及灾害史料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唐朝的天文学 在中国的古天文史中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在目前说过仅存的少量天文著作中 除近年来马王堆出土的博书五星占外 另外几部天文著作 如开源占卜 以四占 不天歌 等都是唐朝时期的作品 其中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 传世星象学著作之一的以四占 就是李存风所著 李存风还是世界上 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 他在以四占中把风分为八级 一千年后 英国学者才在以四占的基础上 把风力划分为零到十二级 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讲过 我们讲说神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的基础 因为神学是从上边传下来的 大家想一想我们用人脑 我们只能利用百分之十的这个人脑 最多最多百分之三十 那是爱因斯坦也不是我们 我们只能用自己这种被利用的百分之十的人脑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东西 来看待我们周围这个无限的世界 还要用我们的思维去给这个世界下定义 但是我们知道当年牛顿下完定义之后 到这个爱因斯坦这儿 他的这个就已经看起来就是已经错的了 所以说我们要不停的去观察这个世界 那么真正的这个基础呢 应该是神传给我们的 神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哪一些我们才能知道哪一些 如果人把自己作为了神 认为自己在语中中是主宰 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话 那大家可以想象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另句隋唐佳话记载 有一次李淳峰在教队新岁历书时 发现硕日也就是初一 将出现日时 这是不吉祥的预兆 唐太宗非常不悦 说日时如不出现 那是看你如何处置自己 李淳峰说 有如不适 则臣情死之 就看出了他是 非常笃心的 到了那天 唐太宗来到庭院等候看结果 并对李淳峰说 我放你回家和老婆孩子告别 李淳峰呢 却在墙上画了一条标记说 上早一刻 等到日光照到这里时 日时就出现了 非常从容 后来果如言而逝 不差豪放 也就是说呀 不管你天子愿意还是不愿意 天象当中要出现的东西 绝不会改变 对吧 一日呢 李淳峰与张文收同皇帝出游 有狂风从南面迎来 李淳峰认为在南面五里处 一定有人在哭 张文收则认为那里有音乐声 后来果然有一个这个 送葬的一对经过了 那么另句呢 记文记载 李淳峰有一次 奏禀皇上说 七个北斗星要变成人 明天将去西市喝酒 可以派人守候在那里 将他们抓获 看起来挺淘气啊 太宗相信了他的话呢 便派人前去守候 见有七个婆罗门僧人 从金光门进城 到了西市酒楼上了楼 向店主人要了一淡酒 端起碗来就喝 时间不长便把一淡酒喝光了 于是又添了一淡 皇帝派来的使者走上楼来 宣读了皇帝的诏书 说现在请各位大师到皇宫去一趟 僧人互相看了看 然后笑道 一定是李淳峰这小子 说我的什么了 于是便对使者说 等把酒喝完了 我们跟你一块走 喝完酒后 他们便要下楼 使者在前面先带路下去了 当使者回头看他们几个时 僧人已经踪影全力 使者回去呢 将以上的情形如实 奏表了皇上 太宗听后甚为敬意 当初僧人喝酒时 并未交酒钱 但是当店主收拾器具时呢 在僧人的座位下面 竟发现有钱两千 北斗七星的这个中国星名 由斗口至斗标 连线顺序为天书天玄 天机天拳 欲恒开仰和遥光 古名依序为贪狼巨门 露存文曲连针武曲破军 这些我相信如果对这个 占星有感兴趣的这个朋友 你们在看到紫微星盘的时候 我可能也会看到这些名词 参透天机顺天意少杀鹿 新唐书李崇峰传中记载 贞观年间 太白星多次在白昼出现 太史占卜说女主长 此时民间还流传着一本 叫秘记的书 其中说唐三世之后 则女主亡带有天下 这个是个挺有意思的事 当一个天象出来的时候 下面还流传着一本书 这就是其实说白了 就是天象不可为 那唐太宗密问太史李崇峰 秘记所说是真实的吗 李崇峰回答说 我仰观天象 复查历数 这个人已在陛下的公众 是陛下的亲眷 今后三十年 当称王于天下 杀唐子孙殆尽 其兆头已经形成 这个就是说 把那个唐家的子孙 全部都赶尽杀绝了 太宗就说 凡是可疑的人统统杀掉如何 你要知道这是对他们整个大唐朝 不光是对王座的威胁 而且还要把他们这个 唐氏子孙又要杀尽呢 李崇峰说什么呢 天之索命 人力不可违抗 当称王的 死不了 就是我们所说的 王者不死 白白的杀了许多无辜 也许该存慈善之心 祸害或许还会小一些 那太宗皇帝呢 是个善听劝谏的明君 知道天命不可为 对于李唐王朝这样大的威胁 乃至铲灭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 他都可以听从大臣的劝告而罢首 而遵从天命 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了 武则天十四岁时入宫 被太宗皇帝选为财人 太宗死了呢 他入感业寺替法这个出家了 后来高宗又复招入宫 立为昭仪 第二次入宫 果然在武则天开始临朝之后 铲除一己 甚至包括亲子及李唐宗室 67岁那年 接皇帝位 自称圣神皇帝 改国号为周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这一历史事实是完全应了李唐宗的预言 李唐宗册字起誓 其实在我们中国册字的这个 其实有很多很多故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预测日时的欺人李唐宗 他呢不但对重大历史节点做了精准的预言 他还有一个本事呢 也是册字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他册字的这个意识 第一个奇事是讲李唐宗有一个足妹即将临盆 让呢他请他测是男呢还是女 这个足妹写了一个圆字 李唐宗说圆为二八之行 训挂之相 训为女必生女孩 分辨时果然得以女婴 第二个奇事呢 是讲有一个中年人啊 找上李唐宗 说是琪琪一直未生 如今怀孕即将生产 不知为男为女 李唐宗呢就要他写一个字 中年人望子成龙就写了一个龙字 离看不有苦笑不已 中年人就问了 怎么回事还好还怕啊 他怎么这个表情啊 李唐宗就说 先生所写的这个龙字呀 歪歪扭扭似龙飞龙 世江难产 中年人大惊 但李唐宗又仔细的端详了一下 中年人说 观先生外表心地上善 夫人虽难产 善无凶险 只不过是充耳不闻也 中年人就不懂说 请先生明示 充耳不闻是什么意思呀 李唐宗说 先生所写之龙字 下面多了一点 颇似龙 也就是龙哑人的龙字 龙人不是充耳不闻吗 就算加上一个耳字 还是听不到啊 此人问 莫非生下之鹰是龙子 李唐宗说正是 此人又问 不知是男是女 李唐宗回答 应该是一男婴 此中年人又问 不知先生可否告知此中玄机 李唐宗说 刚才一幼童在门外截手 把尿射到本管台阶上 所以判为男婴 果然第三天中年人得一字 却是先天的龙子 大家看啊 他这个解这个男孩这一说 是因为有一个幼童啊 在外面接手 而且是个男孩 所以他就解为男婴 所以说就是他们在算卦当中啊 他们就讲过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 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必然的 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给大家讲解 我们当时啊 就是我们个人算卦时候的 一些这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那第三个歧视是讲啊 有一天李唇峰刚好有事外出 有一个少妇呢 来李唇峰家中 看李唇峰不在 就请求李唇峰的这个徒弟测一下 徒弟就问少妇来测字的目的哈 少妇就说了 测祈福何时归来 因为他的丈夫外出经商 三年都没回来了 他随口说 就测这个扇 也就是扇子的扇哈 李唇峰的徒弟看见 少妇手中拿着一把折扇 但扇骨与扇面纸已经破碎脱离 且匆忙间少妇又把扇子掉到地上 李唇峰的徒弟摇头谈其说 大嫂 请恕之言 骨肉分离 你回家为他准备后事吧 这位妇人万念俱灰 悲气回家 这时正是大热天 少妇在半途中热得汗流浃背 受不了了 看四下无人随即解开背心 放在树脚旁准备休息一会儿再走 忽然看见李唇峰缓步走来 李唇峰问妇人为何悲气 妇人说了其徒弟测字的事 李唇峰笑说 小徒不学无术 有欠深思 俗话说 整一见腹脱一见腹 回家去准备一下 你的丈夫马上就要回来了 妇人半信半疑 返家当日傍晚 丈夫果然衣锦荣归 发了一笔财回家了 看完李唇峰这些神奇的故事 如果你有什么感想呢 请给我们留言评论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下一集我们将给大家带来 由大于先生唾译并解读的语言 感谢您的点赞订阅与分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